在肾脏病门诊,常常有病人拿着尿常规,即使尿饮血阳性,病人非常焦虑,反复就诊。 那么,到底什么是饮血呢? 饮血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血尿呢? 今天,我们就来学习一下饮血和血尿的关系。 因什么是血尿? 血尿指的是尿中的红细胞增多,尿存扎线微镜显是红细胞,三个每高倍镜视野。 血尿是肾脏病的常见症状之一,根据能否被肉眼发现,可分为肉眼血尿和镜下血尿。 因此,根据这里的定义,我们肾脏病领域所说的血尿,对应的是尿常规中的红细胞。 而什么是饮血? 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是饮血,我们首先地了解尿常规饮血检测的原理。 尿液前血分析是指的反应原理,是利用血红蛋白中的亚铁血红素,的夹过氧化物没活,性催化分解过氧化物,产生新生态的氧。 氧化指示剂,是指示剂显色,从显色的强度可以得知尿液中邪的浓度。 因此,除了再血尿的情况,下饮血会显示阳性外,饮血阳性还鉴于血尿蛋白尿,即红蛋白尿。 由此可见,尿液血阳性未必就是血尿,必须结合新鲜液的定见结果作为判断标准。 尿沉渣中有红细胞才是血尿的诊断标准。 再有血尿怎么办? 确定了尿沉渣中是实存的红细胞后,首先还需要通过询问病史。 特别是除外女性月经污染造成的甲性血尿后,真心血尿成立。 接下来,就要分析血尿的来源。 血尿可分为两大类。 一是肾小球疾病,造成的肾小球原性血尿,也就是我们传统异义上说的血尿造成的血尿。 二是非肾小球原性血尿,如全身凝血功能异常,血液病,泌尿系统疾病如感染,结石, 肿瘤,血管机型等。 在确定了肾小球原性的血尿后,如有没有蛋白尿,没有高血压,没有肾功能异常,我们称之为单纯性血尿。 一般这种情况,医生会建议患者进行观察,每三到六个月左右复查一次尿常规。 尿蛋白,血压,肾功能,但是不需要进行特别的药物干预。 如果血尿和病蛋白尿,肾功能不全,高血压等,建议患者去到肾内和没诊就诊。 必要时进行肾脏传刺,明确肾脏病理,进行药物干预。 所以,病友们,现在你们明白了隐形和血尿的关系了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